秦始皇陵中拥有数件质保 甚至可能有着长生奥秘 可为何多年无人敢开探挖掘 对于我们来说 秦始皇的秘密 可以说就放在眼前 早在几十年前 我们就成功锁定了其位置 多次使用高精尖科技进行勘探 可直到现在 我们都能在天上建立自己的空间站了 却也没有对秦始皇陵进行开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 这不过是一次次教训罢了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我国就曾经挖掘过定陵 这其中 正是因为郭沐若的多次上书 然而之后 却将这里毁坏殆尽 历史上的诸多奇珍异宝 都被掌权者殆尽了自己的陵墓 对于郭沐若来说 能找到永乐大典 才是他的目的 不过当时并未想打开定陵 实在是没有找到 另一座陵墓的地宫入口 这才选择了定陵 当时 我们的各行各业百费代星 整个国家 都没有几个专业人士 而临时组建的挖掘队 更是不专业的很 为了打开陵墓大门 他们可谓用尽了方法 打开地宫后 他们被眼前一目惊呆了 因为在里面 历经了四百多年的文物 仍旧栩栩如生 长明灯 汉白玉 还有青花瓷 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 在后殿 还有几口大棺材 不过有一个棺材早已破碎 里面的大量金银珠宝 都洒落在了地下 在这里 还发现了皇后的凤冠 大多位西式珍宝 然而当时的考古人 完全没有注意到 在多年的封闭条件下 这些物质 早已发生了质变 在接触空气没多久后 大多物品都产生了氧化 失去了原有颜色 几千件文物 就这么失去了昂贵价值 而它们更是直接上手 去接触补物 完全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 郭默若却 根本不在乎这些 只想知道 里面究竟有多少金银 可惜的是 多数物品都遭到了损坏 最让人无疑的是 这几座被发掘出来的棺材 竟然直接被丢在了山上 村民将上好的棺材披了下来 拿回家做了家具 而其中的骨架 直接就被一把火烧了 一代帝王 万万没想到吧 自己四百多年后 竟然要经历如此大劫 其中最珍贵的龙袍 几乎是一碰就碎 这些珍宝 多数都沦为了灰烬 实在是可惜至极 考古学者的不专业 导致多处陵墓被毁坏 在郭默若主持下的 定灵出土的多数文物 全都失去了原有价值 从顶级国宝 变成了历史文物 之后国家下令 严禁任何人 私自主动发掘黄岭 因为破坏量太大了 而自七十年代的时候 考古技术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在马王堆出土的陪葬品中 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藕汤 保护之好 就像刚刚做好的一样 就在打开后的几秒 专家为了拍照 导致藕汤迅速氧化 立马变得浑浊不堪 藕片更是成为了一滩滩烂泥 每一个出土的物品 几乎都在失去原有光泽 当年的交通不便利 加上我们对文物知识的匮乏 导致这么大一座墓 留下的稀释珍宝区区几件 而当年的抢救性发掘 非常暴力 马王堆中的女尸更是质保 在刚打开的时候 皮肤角质非常完好 如果能加以研究 势必能获得更多资料 可就因为经验不足 导致墓主面容净毁 如果说文物还能修复 那么马王堆女尸的面容 则是不可逆转的损坏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三星堆文化 早在百年前就早已被发现了 不过在几十年的时间中 一直都是绝密 庆幸我们在一直等待 才有了现在数量 如此众多的三星堆文物 可就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还是由于经验不足 大量的文物出土后 全部风化 直接就消失不见了 那个被传的神乎其神的青铜树 正是当时出土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 都是后来的修复版本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 导致众多文物直接消失 三星堆 凭我们现在的时间和技术 探索率不过千分之二 要知道 这个过程已经用掉了 我们三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奇迹众多 可我们也要遵循自然规律 这些文物在地下千年未经沧桑 其表面物质 早就与之前大有不同 仅仅是接触到空气 就能让它们产生 不可逆转的影响 因此 每一件文物的出土 都是有着严格规定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 在当年出土的时候 一个个色泽鲜艳 可仅仅几分钟 它们身上的颜料 就全部氧化脱落了 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样子 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遗失吗 那么 秦始皇陵 为何一直没有人敢探索呢 秦始皇陵几十年中 无人敢打开 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兵马俑 只不过是它最外围最外围的陪葬 就已经是世界级瑰宝了 那么它的墓 不是更值钱吗 的确如此 古往今来的千古第一帝王 它的陵墓规格 足足有56平方公里 而它的深度 足足有百米之深 但是仅凭我们现在的经验程度 想要打开秦始皇陵 简直是痴心妄想 挖木可不像我们挖钩一样那么简单 上面的浮土中 你不知道下面蕴含了什么 只能拿刷子一点点清理 而在此过程中 很可能产生其他问题 如果空气进入墓穴 那么将会严重损毁其中的一切 加上史书上曾经说过 秦始皇在里面注入了大量的水银 怎样处理它 也是重大难题 一开始人们以为只是史书上的传说 直到后来 借助科技的辅助 大家发现 里面的确有着极高的拱反应 传闻秦始皇为了在死后 仍旧掌控天下 他将自己的棺材 放在水银上挑服 在天空有两颗珠子 一颗太阳 一颗月亮 在水银上挑荡 代表自己游览着大好河山 在这里 他为自己的陵墓建设 布置了许多重型机关 种种 都导致我们一直没有朝他的墓穴下手 现在的我们 根本没有那样的完美科技 让他保持原来的色泽鲜亮 而且 如果承受力量的位置不对 很可能导致整个地宫彻底塌陷 到时候 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所以直到现在 总有人在问 为什么不打开秦始皇陵 来一睹他的真容 实际上就是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很好地保护他们 我们都知道 千古第一位帝王的宝藏 绝对不会少 其中的历史资料 也会帮我们揭晓很多谜题 但是现在 我们想要打开 实在是不切实际 不过历史不就是这样吗 在真真假假中切换虚实 让我们对历史 有着不同的观察叙述方向 也许有一天 你会看到秦始皇陵中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口棺材 也许你会看到 第一帝王的墓穴 究竟是怎样的豪华 怎样的奢侈 怎样的令人惊艳 现在 我们只要静静等待就好 许多的谜题 一定会随着历史的车轮而解开